那叶谭安听起来你像是反对派 那你觉得怎么办呢 都说中国经济这个不是增长面临障碍吗 那怎么办呢 我就觉得是 就积极财政政策是要用救急 什么时候就是可以见效了 然后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其实没必要 就是代替民间投资 你想想看 如果说民间的这么多钱 大家都藏着 都拿出来消费 都拿出来进行投资的话 就可以拉动经济的 其实是 问题是哪个心 他不愿意投资 不愿意消费 你怎么办 那天我看一个东西 就吴敬莲在一个什么论坛上讲 他就说到你 说浙江那边有那个地下钱庄 什么这种私下里拆借的这种现象 他说如果把它翻到桌面上来 就会怎么怎么样来的 有两个办法可以做的 他之所以不敢投资 是为什么 比如说有一条 我举个例子 长曲铁路 对不对 本来说是第一条民间参股的铁路 大家这张商人很有钱 大家愿意投资到里头去 结果说你参股是可以的 你出钱可以 你没有管理权 你也没有发言权 这恰恰说明 我刚才前面讲的 扩大投资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必须加大 对于各项体制的改革的进度 否则的话 民间资本是进不来了 进来了你也只是冤大头 所以的话 就会限制很多民间资本进入的积极性 所以我们讲说这是两个方面 这两者并不矛盾 没有任何冲突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四万亿啊 我是注意到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就是说 他说是审计啊什么 他有一个专门的专张出来的 但是关于怎么说改变我这个投资的结构啊 怎么鼓励民间资金进去啊 这个真的很少 这几乎就没有提到 你说他有什么制度性的改革吗 这因为这四万个亿只是应急的计划 所以他只能说先做出来 然后呢 其他的措施逐步的跟上进行配套 他不可能同时做出来 这不太现实 因为时间很短 这么短短的时间 要制定出四万个亿的项目投资计划 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工作 更加强 你要加上提 我不懂这个这个问题哈 我就有一种不可知论 但是有一次这个毛鱼士在这做节目 他提 我觉得他那个属于经济哲学的范畴了哈 他就讲有一个问题 他说啊 就是情况紧急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政府做些什么 他说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政府有没有那么够聪明 就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或者是政府能够聪明到 对这么复杂的这个市场配置啊 拿出一个办法 这就能解决 他说他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万一政府想错了呢 而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 是啊 就是就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四万亿 如果说我拿来作为给企业作为信用担保的话 那么企业就会去增加投资的 银行就会跟着风险给企业犯败了 你怎么能够鉴别 你说担保了企业没有信用风险呢 这就是银行跟担保公司的事情 而不是政府的事情 那么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你讲到的 在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 不是我们希望政府做什么 而是不得不让政府做点什么 如果不做就崩盘了 对不做就崩盘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 政府他做什么都是必须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政府现在我们讲的 中国现在刚宣布的四万个亿投资计划 其中两万个亿是投资建铁路 对吧 铁路大家都知道 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必须的一个交通系统 一个工具 因为中国发展这个完全靠一个民航去美国欧洲这样是不现实的 因为我们庞大的人流 庞大的物流 铁路叫做世界上7%的这个线路承担了百分之几十的这个运动 每个人一根香烟长 就是一直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我们的人均的铁路里程是远远低于像美国欧洲这样国家的 所以铁路的建设 这个会从长远来讲 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基础设施的这么一个条件 所以现在投资是完全正确了 至于说以前该不该投也该投 但是以前为什么不敢投 决策参与者他永远是这么说的 我不是自己来讲 对 因为这个事也是我们倡导多年的事 但是为什么以前不敢投 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投资过热 在你这个在投资搞铁路 那是火上浇油 所以现在的经济开始这个下滑的时候 那么把这个项目拿出来投 这正好弥补了你其他领域下滑的风险 但是你我知道政府应该做点什么 但是问题是怎么做 我们必须通过政府做点什么 去刺激市场做点什么 而不是让政府直接去做点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整个乱套 如果政府直接去做什么的话 那我们回答计划经济好了 让政府永远直接去做 我们就不要市场了 还要市场配置干嘛 铁路不够了 政府建铁路 公路不够了 政府建公路 然后这个家电不够了 政府去开家电厂 对不对 那根本就不用市场了 恰恰我们现在的这些 两四万个计划里面 没有建家电厂的计划 只有建铁路的计划 只有建公路 建港口 建机场的计划 全是基础设施建设 而基础设施恰恰都是需要大量的投资 普通的民间资本没有这么大的投资能力 也没有这么大的管理能力 这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 恰恰我们现在是需要应急的时候 就只能说迫于万不得已 是民间投资没有钱 还是因为政府不让它进入 尤其像石油行业 你油盐给控制了 那么多钱想进入 长期来讲你说的是没错的 我们是应该改变现有的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 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能够聚集在一起 参与到这些领域投资 但是长期而言凯恩斯说过 我们都要死的 你不能等到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体制的改革到位了 我们在投资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海啸 海啸是什么东西 铺天盖地而来的这场金融危机 全球的经济危机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先应急 先解决燃眉自己 所以短期的 燃眉自己解决了之后 就我们必须在解决燃眉自己的同时 解决一个长期的问题 汇率该改吧 那个市场机制该改吧 很早的 对我刚才讲的很清楚 一方面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一方面加快体制改革 两者并行不备 我听明白了 还有毛学说的对 多少事从来急 这件事都急不过 对对对